大家好,我是小青。 白衣女子的诅咒是一部神秘的云南鬼故事。 故事发生在区境市,一个没有铁路的地方, 人们主要依靠长途汽车进行交通和货物运输。 一次可怕的车祸造成了一名无依无靠的山村少女的死亡, 而肇事司机逃脱了惩罚。 随后,一系列恐怖事件发生在区境最大的运输公司, 让人们陷入恐慌和绝望。 当地政府为了止息谣言,决定展开一次验尸以还原真相。 然而,当棺材被打开时,人们震惊地发现少女尸体没有腐烂, 口中还叼着一根神秘的草,并长出了两颗獠牙。 不过,这还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想听下去吗? 点赞和评论。 现在,让我细细道来。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是云南区境人, 她的父亲是区境驻军的领导。 据说区境没有铁路或者铁路不发达, 人们主要依靠长途汽车出行和货物运输。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一次,区境一家长途运输公司的司机违章驾驶长途车, 导致一名少女被撞死。 这个少女是个山民, 她父亲早亡, 她和年迈的母亲一直住在山村里相依为命。 那天,少女出来买东西, 却不幸遇难, 赵氏司机逃之夭夭。 母亲痛不欲生, 前往区境告发这个司机, 但赵氏司机有关系, 而被害者只是个无依无靠的山民。 结果是赵氏司机利用关系, 最终让他只付给母亲两千元就了结。 老母亲无法申诉, 只能痛苦地回家。 几天后, 老母亲莫名其妙地在家中去世。 所有当事人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但可怕的事情开始发生。 赵氏司机所在的运输公司是区境最大的公司, 有一个大院, 大院门口设有一个传达室, 一个老头在值班。 一天夜里, 老头像往常一样在传达室里看电视, 突然他发现窗户外掉下一个白色的东西。 老头凝视着, 竟然是一个血迹斑斑, 穿着白衣的女子, 长发垂在头朝下的从房顶上悬挂着。 他紧贴窗户, 定定地盯着老头, 老头吓得几乎要死, 大叫一声就冲了出去。 第二天, 老头告诉同事们这件事, 但没人相信, 大家以为老头发疯了, 老头决定辞去工作回家。 两天过去了, 大家忘记了这件事。 一个晚上, 几个值班的人在大院楼里打牌。 突然, 其中一个人突然僵住了, 眼睛直直地盯着窗户, 嘴角颤抖着。 其余的三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向窗外, 惊恐地发现那个长发白衣的女子, 头朝下趴在窗户上盯着她们, 这些人吓得不知所措, 拼命逃跑。 第二天, 公司里所有人都听说了这件事, 联想到几天前老头说的话, 所有人都感到恐怖。 人们心惊胆战, 没有人敢开车, 运输公司陷入停业状态。 几天后, 这个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趋静的长途运输受到严重影响。 为了制止恐慌, 趋静市政府决定出面辟谣。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 趋静市的主要政府和军队领导 带着随行人员和媒体 来到那个少女的葬礼现场, 要开棺验尸, 以还原真相。 棺材被挖出, 所有人心都提到嗓子眼。 当棺材盖被撬开时,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 已经死去一个多月的少女尸体, 竟然没有腐烂, 就像活人一样。 更令人发指的是, 人们发现少女的嘴里叼着一根草。 根据当地古老的说法, 只有冤死的人才会这样, 叼着这种草就会成为厉鬼。 更可怕的是, 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 少女的嘴里竟然长出两颗獠牙。 众人大惊失色, 原本是要辟谣的, 却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在场的领导商量后, 立即决定将尸体火化。 很快, 一堆火熊熊燃起, 棺材被紧紧定住, 扔进了火堆。 大家看到, 扔进火堆的棺材竟然剧烈挣扎着, 从棺材传出老鼠一样的尖叫声, 令人毛骨悚然。 幸运的是, 无论挣扎还是尖叫, 棺材最终被烧毁了。 自此以后, 少女的厉鬼再也没有出现, 世界似乎恢复了平静, 但每个人的心中, 都似乎还残留着某种恐怖的存在。 然而, 尽管少女的厉鬼已经消失, 但是在趋近式的夜晚, 传说中的白衣女子的幽灵依然徘徊。 有人声称, 在静谧的山村里, 仍能听到她哭泣的声音, 一阵阵寒意, 侵袭着人们的心灵。 那些胆敢靠近被称为鬼魂之地的传达室的人, 说他们在午夜时分, 看到了白衣女子的幽魂在窗外徘徊, 无尽的哀怨永远环绕着这个诡异的地方。 趋近式的居民们开始疑神疑鬼, 夜晚变得鸦雀无声, 街道上少有行人, 人们都害怕遇到那个白衣女子的厉鬼。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古老的鬼故事传遍了整个云南地区, 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每个人都在试图解开谜团, 找到白衣女子的真相。 然而, 无论多么努力, 谜底始终没有被揭开。 白衣女子的鬼魂依然是一个永恒的谜团, 深深地植根鱼躯净式的土地上。 有人说, 只有勇敢的人能够直面这个神秘的现象, 解开这个诡异事件的真相。 但谁又敢走进那个传说中的恐怖之地, 面对那无尽的黑暗呢? 请给予这个神秘故事一个赞, 让更多的人看到并感受其中的恐怖和悬疑。 同时, 我欢迎您在评论中留下您对这个故事的评价和想法。 谢谢。